先夫长又写了文书呈给总督 当保罗被带到总督那里时 总督念了所呈上来的文书 就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一查知他是西利家人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王府里 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 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下来 向总督控告保罗 总督点头叫保罗说话 保罗就在众人面前再一次申诉 向他上次在天府长面前所说的 并且强调 在扣留期间 保罗向腓利斯讲论公益 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腓利斯指望保罗送钱给他 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求菲斯都接了腓利斯的任 腓利斯要讨好犹太人 就留保罗在捆锁中 菲斯都到审上任 过了三天 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请求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暗算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保罗 菲斯都就回答说 保罗压在该撒利亚 我不久就要亲自往那里去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是 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回该撒利亚去 第二天就审判保罗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 围绕他站着 提出许多严重的事控告他 都是他们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 我都没有得罪过 但菲斯都要讨好犹太人 就回答保罗说 关于这些事 您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在我面前受审吗 保罗说 我是站在该撒的审判台群 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像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对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 我若心了不对不死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死 但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是虚的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上述才上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回答说 您既上诉于该撒 就要往该撒那里去 保罗乃是为了辩护要上诉于该撒 这要实现他去罗马推广主见证的心愿 也是照着主所指示他的 保罗若不上诉于该撒 就被因犹太人的阴谋被杀 保罗的上诉 切实给主的潜意 带来莫大的利益和益处 后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 向雅基帕王陈述 并把保罗想要上诉该撒的意愿 告诉雅基帕王 雅基帕想要亲自听听保罗说 雅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申诉 保罗想诉他如何 从逼迫者成为跟随者 其主如何护照他 保罗对雅基帕王说 雅基帕王啊 我顾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因这些事 有太人在殿里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 还得赞助 向尊卑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 不外乎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首先从死人中复活 要将光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雅基帕为保罗说 你想刷我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 无论是少劝 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是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有这些所谓 于是王和总督并同坐的人 都退到一边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雅基帕对基斯督说 这人若没有上诉于该杀 就可以释放 保罗坚持要上诉于该杀 要实现他去罗马推广主见证的心愿 保罗在雅基帕王面前分诉以后 就开始他第四次的行程 从该撒利亚到罗马的航程 准备上诉该杀